外國人那些傷,通常那些骨很凸 通常都是單眼皮 單眼皮,骨很凸 我們覺得不漂亮的那些 對,對,他們剛剛接收了,所以不錯了 如果我們香港不發現,那怎樣? 去多些泰國你就發現,很容易發現 所以記住,拳骨很凸的人 如果嫁回本地人是不好的 嫁異地人是好的 記住,異地人不一定是西方人 異地人的意思是不同文化的人 我們經常說異地因緣是甚麼意思呢? 原來你在香港出生 怎知道幾歲移民了去外國 那你是完全外國文化 分分鐘連廣東話都不懂得說 中文都不懂得寫的 原來都叫做異地人的 所以我們說異地人 不一定要嫁那些紅蘇綠眼那些 嫁回中國人都可以 有一個例子 我有一個朋友,異地因緣命 有一天回來告訴我 有啊,執保心,結了婚 那又怎樣呢? 原來去了新疆,跟新疆人結了婚 夠了異地了吧? 人家藍色眼的,不像中國人的 所以叫做異地因緣 所以記住 拳骨突的女人 黑夫要異地因緣 拳大 拳不到老公 拳小,拳不到大拳 拳高有拳,拳低沒有拳 拳橫就是防守 拳突就是進攻 拳來說有時候會有暗瘡 又或者眼紋會破拳 這個魚尾,有魚尾紋的人 是不是很容易這條紋生到這裏? 這叫做破拳紋 破拳紋來講 無論有脈也好 或者破拳紋也好 去到拳運的時候都會下屬造反 如果你做生意,有下屬的 下屬造反來說是為什麼? 靜靜地叫走你的生意 我有個朋友就是這樣 本來做開生意 他就闊佬懶你 什麼都交勢被人打你 誰知道一早 人家原來已經建了一個廠在旁邊 沒有多遠的地方 一早就所有他的器材 伙計全部拿去另一個工廠 權有問題的人就是46歲 他就真的有兩條紋是破拳的 所以挺棘手 我都叫他小心點了 不過你也想不到這麼大件事 整個公司的人抬走去另一個公司 連管理層全部都走了 所以想記住 如果你有破權文的人 或者有志、有縫、有破都是不好的 像我這樣,權高權低 原來也是雙重性格 或者情緒不穩定 記住了,歪高、左高也好、右高也好 如果比較明顯的 又是情緒不穩定 那還要,如果你有權 但是你印堂如一線 這個又不行了 你有權的人原來沒有印 沒有印來講真的不是做官 那就是為什麼 就是做兵 做賊 不是做官,就是做賊 所以記住了 如果你有權高 而又沒有印 就可能不是正途的拿大拳 是邪途的拿大拳 還有權來講又有氣息 權有時會現這個比較光彩的氣息 有時會現紅色的 如果兩權現紅色來講 除了秋天,因為氣候乾燥 那肺血會現紅色 兩權會現紅色 可能就是感冒 平時現紅色來講 原來代表是跟別人有爭執 可能有官非、禍是 甚至乎打架 所以其實兩權現赤色是不好的 就容易打架 之前生了一顆暗瘡 暗瘡就爭執 吵架 都是壞的 還要有些拳 拳橫眼凸 凶惡之極 我不是說拳橫 應該是防守才對的 為何又說凶惡之極呢 你見到他的眼睛很凶惡的 兩個拳骨凸出來的 一條這樣見到的 直接成條那些 那些很凶惡 經常打架那些人 所以記住了 拳橫眼凸 凶惡之極 還要我們拳 智講了 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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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全面青亮白正 只是兩拳有雀斑 我說過了 黑膚 容易老公肝有問題 但你全面都是雀斑 兩拳都有雀斑 這是正常的雀斑 沒有問題出現的 很多外國人都是這樣 所以不用怕 來到這裡 又要休息一會 下一節回來有名人尚書 不做事的人 不用看行不行運 打工的人 不用看行不行運 我們經常強調行不行運 是甚麼呢 是收入不穩定的人 或者做生意的人 他那些好運或者衰運 的幅度相差很遠 封生水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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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收看名人尚書環節 師傅 我們的特區政府 新班子已經運了 三次十二局局長 又要兼負香港的責任 辛苦他們了 你何時變得這麼關心政治 小姐 是呀 我哪會政治 不過最近聽人說 新局長曾德成的臉上 就像我們前任才爺 臉上梁錦松 既然如果臉上也像的話 官運會不會也像呢 這樣嗎 那就要看名人尚書了 七一回歸後 新一屆的特區政府 新班子正式運作 當中比較多人談論的 就是曾德成、曾俊華 和陳家強三位官員 五十八歲的曾德成 六七年恩學運入獄 是香港首位有刑事紀錄的 局長級官員 而他長而尖的面型 更加令人聯想起 錢財耶良感從 五十歲的陳家強 由大學院長 空降成為財經局長 面緣笑容鬥的他 被譽為政壇新星 前途無限 至於和曾特首、曾同兄弟的 胡蘇貞、曾俊華 九十年代加入政府部門 循序佔上 終成為一人之客、萬人之想的 師級官員 從面相過度看 三位官員各有什麼優點呢 師傅,你覺得他們相似嗎 相似,大家都是男人 又共通點,大家都戴眼鏡 即是不相似 當然不相似 不相似嗎?還可以 這麼簡單,梁錦松的 就是甲字面,思想型 想就天下無敵,做就無能為力 樣樣想到很完美 是一個好的統籌或策劃的人 因為我們做得局長或師長 統籌策劃就對了 不用自己做 點人做就行了 但是曾德成其實就是 木字面 剛剛完全兩個不同的面型 木字面是怎樣 木字面是懷疑心重 你跟他說什麼都懷疑你 想想想 你說句話有沒有意思 那是不是完全兩種人呢? 所以這個就是你策劃 這是一個大的事 這個就是懷疑心比較重 做事來講 比較容易掣肘 因為你懷疑來講 譬如你叫下屬去做事 你不要懷疑下屬的能力 你要放心交託給別人做 因為我們做局長或師長來講 很多時候不用看個人才能 好像我這樣得不口就行了 所以他最重要 但是他的下巴金牆 其實是否做才爺好些呢? 下巴兜都有錢 這樣也對 下巴兜都晚景無憂 好 因為如果我們看文化藝術 那你又要考慮一下 他的人會不會文化藝術 那他的相片會不會文化藝術 藝術就好像一般 因為我們通常看藝術來講 我們有兩條叫做太陽骨 這兩條叫做太陽骨 好彩原來他雖然不聽他搞過什麼藝術 不過他也有兩條太陽骨在 你一個人做畫家 或者你會不會鑑上一些明畫 這兩條骨 這兩條骨 這裏有兩條骨嗎? 是啊 他有兩條骨 真的成功很容易見 兩條骨 是吧 你呀 你的藝術一般 搞錯 不是 我們這是一個參考 其中一個 因為有太陽骨來講 你起碼會鑑上藝術 你會不會畫畫和看畫 是兩件事 雖然他不會搞藝術 但也可能鑑上一些藝術 會欣賞一些藝術 其實也有幫助 嗯 然後我們有辛才爺 陳俊華 對 阿珍才爺 原來他避孔比較老 那避孔… 那避孔… 對…對我們有利 原來避孔老的 計數就沒有那麼精打細算 原來要看他究竟在太平盛世 還是亂世 那現在算太平盛世 太平盛世 太平盛世這個相… 非常之對 可能明天減稅 分分鐘減到15% 我們有希望 漢包總賬了 所以他做才爺來講 因為手比較疏爽少少 不是說豬漏必計 變成對這個社會 在太平盛世時 很有幫助 我們經常說 藏庫愚民才有用的 政府哪有懂得花錢的 我們才借兩毫子 自此跑超級市場 你才會做的 政府的錢 不是自己怎麼會做 所以給我們就對了 陳家強 陳家強 他的馬仔來講 就非常孤寒 所以闊老的上司 孤寒的下屬 這個就是對的 變成上司做大事 下屬來講 就執行他的東西 就不會亂花錢了 所以這兩位很合適 我們接下來是下一位 雷 雷 雷